我们到了清朝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没有这个观念了 孙中山把推翻了清朝 我们就很细扬 剪头发 剪得团团 以前我们都不能剪的 对不对 女孩子也这样 把我们那个头发 这就是对母亲父亲的一种敬爱 是他们把我们生出来的 这个连指甲都不能剪了 不过那个也太过保守了 我觉得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东西 是说我们一定要引起资源 这个已经没有这个概念了 好了 我看我们不能再等了 虽然说有些人说 这是我们的好习惯 为什么呢 经常觉得 时到就显得我比较尊贵 其实不是啦 我就开玩笑 让我们有这个习惯 我 我发觉到我最近这几年蛮成功的 一定很多人找我 教课 我的优点在哪里 我找到一个钟头 你懂为什么吗 我在学校 画十五分钟的图 写我要教的东西 找到 如果你迟到来不及了 这孩子一进去 老师你画的这么美 我花很多时间 就有责任感 爱意 这些人 我来我来了 我都没穿好啊 你身臭汗啊 老师他很臭啊 没办法 你不能怪人 再等你臭 他迟到 有时候是这样的 我觉得责任感很重要 所以每个人 每遇 传遍 四方 人家就找你了 没有找你有原因的 你自己自身吧 你自己自身 无法 你也尽不得了 你自己自身 你自己自身